滴滴安全整治工作仍然在持续的推进中 今天开始滴滴将会在司机接单的间隙随机抽查人脸识别 司机通过之后才能够继续接单 同时滴滴将继续优化完善乘客和司机两端的一键报警功能 司机端的APP上线紧急联系人功能 在乘客端个人中心已经上线安全频道 用户可以查看安全出行指南以及各项安全功能的详细说明 未成年人乘坐滴滴需要由监护人陪同的提示也已经上线 此外滴滴客服已经成立了警方调证专项工作对接组 9月30号起警方调证流程将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一步加速